3段模式 好 這裡頭總共有設計的三段模式 看喔 第一段模式 按一下齁 這個是比較職業級的 因為它可以調快 調慢 那麼你在手感就要很巧 那第二個是初級的 它就只有一個速度 它就一個速度 那麼你只要有一個速度 你的crane就玩等速就好了 你就很容易適應它的那個 運鏡的變化 很容易適應它的運鏡變化 再來第三個 仔細看喔 我們看喔 這個都會 畫面都會跟隨 我右片它就跑到右邊去了 左片就跑到左邊去了 好 接下來咧 我假設 我拍這位帥哥 我要鎖定他 看好喔 按三下 這個鈕按三下 1 2 3 它就咬著帥哥不放 有沒有看到 它就咬著他不放 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帶完crane最難的就是說 要邊crane 要邊follow 要不然就會 有時候我們就crane crane右的時候 然後要把雲台 轉到對準的那個主目標物 這個是在玩crane裡頭 大概就是比較要練習的地方 尤其是別人的crane 新的crane 沒用過的 這個問題一直是很大的 那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我們就設了一個功能 就設了三個鈕 就直接鎖定你的攝影目標了 再來破水平看好喔 先選1 進入快速模式 進入快速模式 你想多快我就給你多快 你想多慢我就給你多慢 再來看第三個 第四個叫破水平模式 暗示一下 抖一下 好 有沒有看到 它就可以彎你的破水平了 好 那這個東西都大概 用在車輛高速運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拍一個破水平的畫面 讓車子的加速感變大 還有在拍那個昏路的時候 拍昏路的時候 你可以在幫新郎新郎拍一些MV的時候 帶一些破水平畫面 會比較 美感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美感會比較好 好 那解除破水平呢 暗示一下 1 2 3 4 好 暗示一下破水平解除 好 好 那剛剛我們就強力的去動它 要破壞它的斜度 好我已經破壞掉了 破壞掉它就歪歪的 看到沒有 歪歪斜斜的 好 這個時候不要緊張 我們就進行手動的校正 按五下 1 2 3 4 5 好 任意角度 不要呼吸 不要呼吸 不要說話 不要呼吸 不要說話 這時候角度就由你決定了 那有時候我們要拍一些斜的畫面 你就是按五下 那 不要呼吸 不要呼吸 不要講話 不要呼吸 不要講話 它就斜給你看 這個時候咧 就產生那個破水平的構圖了 好 這個是目前這個操控的方式 那 如果你要 這是 你可以 一隻手模式操控 這裡也有一個控制區 這個也有個控制區 你可以 隨心所欲 調整你要的角度 去控制 這畫面相當的穩定 剛剛新聞畫面大家都有體會到 那個是狂飆了 狂步奔跑的情況 它還是依然穩定的不得了 好 這個是大致上就是說 為什麼射雙系統 待會你就會知道 讓你在前面也能操控 讓你在後面也能操控 所以會有雙控系統 雙控系統 那 這屬於類比版的 還有全數位版本 全數位版本就是全無線的 這個線都看不到 可以直接在 在後台做控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搞的那個東西呢 就是 這個 剛剛現在看到的是 Steadycam模式 好 你可以利用它 直接跑滑軌畫面出來 直接跑滑軌畫面 而且非常的穩定 好 那你也可以用 做 做那賽格威 頂著賽格威 一路拍 好 那這個 也有 也可以扣在安全帽上面 好 也可以扣在安全帽上面使用 所以功能非常的多 好 應用的領域也非常的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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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